陳時中最近有很多的金句 但是我要講的是我們的指揮官 他是不是累了 他有很多忘了 3加11過了兩個多月了 到底你說你要負責 到底負責了 你忘了 再來一個禮拜前 其實那個前副總統呂秀蓮 有寫了一個訊息給他說 他可以牽線來一起買疫苗 結果他說他忘了回 那昨天又說 他連著問了兩天 他說連著兩天忘了問 我是覺得我們的指揮官是不是累了 他是不是應該下台休息了 再來我們的指揮官也是因為累了 所以他就開始有很多的金句 我覺得那個是完全毫不遐眼的 去暴露他的一個傲慢 就從最早的時候 如果有人在問他價錢 他就說你居心頗測 再來就是說 有人會不高興 人家問就不高興 那像昨天他完全不演了 就是你這樣的問法很不健康 其實還有應該是前天吧 他問他說 就沒有做三期啊 怎麼會有保護力呢 的報告 不要忘了還有蛋糕這件事情 對還有蛋糕的事情 他有很多非常我覺得一個指揮官 有時候應該他代表的是我們一個國家 而且現在大家在疫情的期間 那你都可以用這樣子非常傲慢的一個回應 這樣一個不管是記者或者是人家問他問題的人 我是覺得 陳部長你是不是累了 是不是該下台休息了 記者會去問到官員說到底有幾批被推薦 就是因為是不是其實在這專業的疫苗 他拿到藥證的話 這個批次一定要連貫 才可以去評斷說你的品管 還有你以後輸出的品質會是穩定的嗎 對就是說他前年也講說這個批次要大概疫苗 封籤測試要至少要50萬劑的時候 他才會讓大家開始來打 那到底高端這一個沒有二期沒有讀文報告的 沒有做三期的一個 而且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個免疫橋接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到底你的送了幾批貨 那你沒批貨的一個不良率是多高 我覺得這是老百姓他關心他自己健康的一個問題 可是我們的指揮官用一個非常傲慢 而且很輕視的口語 就覺得說你不需要問啊 你只要好像感覺上你只要聽我的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有關係到 每個國人的健康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的指揮官不應該用這種 很藐視的一個態度來面對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覺得他應該 不知道啦 反正我就覺得他最近真的是 中華民國這麼一個很會傲慢的一個政務官 我還真的很少見